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44年的事件发生了很多关系到日后300年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不仅在东亚大陆 也包括欧洲与世界各地 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年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西欧的英国 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并顺带引起了时间跨度达40年之久的英国内战 这场时段持续了战争 不仅在最后致使绝对君主制的斯图亚特王朝倒台 也催生了权力法案 可后来英格兰的崛起 1644年只是这场注定要席卷全世界的风暴起点 皇王与议会的矛盾在这一年已经无可调和 并导致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英国内战中第一场决定性战役 马斯顿荒原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有众多参与30年战争经验的将领和雇佣军 帮助的国王军最后还是输给了表面上实力更弱的义惠军 克伦威尔和他的铁锡军开始在战争中展露头角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米尔顿还是在这一年 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米尔顿 也就是小说施洛源的作者 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论出版自由艺术 也算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注入了理论强心计 1644年的中东三十年战争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 在欧洲大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开始进入尾声 战争胜负的天秤依然没有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方 但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和厮杀 新教联盟一边已经逐步获得优势 荷兰在实际上已经获得独立多年 瑞典人继续肆虐得意识地区 原本一直在背后操控局势的法国人 则从前一阶段开始加入战争 经过长期准备与整顿的法军 尽管还显得有些稚嫩和经验不足 终究还是在卢克鲁瓦战争中击败了西班牙人 后者在一个多世纪以来 以欧洲第一陆军自居 西班牙陆军在克罗鲁瓦战役的失败 也预示着西班牙霸权的失败 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西班牙帝国制下残存的各有实力的封建领 继续已经开始的独立运动 其中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葡萄牙 和伊比利亚东部的加泰罗尼亚 西班牙帝国在一时间 进入了风雨飘摇阶段 而他们的海外利益 也正在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蚕食 西班牙帝国不得不在北方 东方与西方同时开战 实力较强的葡萄牙人抓住了更多机会 在这一年的蒙提霍之战中 击败了西班牙人的干涉军 是为他们后来的独立打下的坚实基础 也让海外大量贸易基地与殖民地一起 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帝国内脱离出去 加泰罗尼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 他们的失败也基本在情理之中 葡萄牙的独立预示着哈布斯堡日布洛帝国的解体 在东欧 传统强国波兰到立陶宛联邦 则在莫斯科公国的疯狂进攻狂潮过后 稳住了阵脚 他们开始加强向乌克兰方向的军事压力 并挫败了哥萨克和克里米亚达达人的进攻 源自欧洲的新式武器 在没有改变多少军政制度的他们手中 依然发挥了不错的威力 这让更难获得支持的东方对手 无法招架 但莫斯科人在此后 利用西欧军事技术 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他们将通过招募德意志地区的雇佣军 编练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支西式军队 波兰到立陶宛的人反扑 也让俄罗斯人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至于更东方的奥斯曼帝国 则因内部问题而进入了一个时间不长的稳论期 他们暂时无力威胁中欧和西欧各地 一直要到十多年后 他们才开始下一轮对欧洲腹地的攻略 1644年左右的他们 尝试拿看上去 已经日落西山的威尼斯人开岛 结果这场大土耳其战争将从当时 一、直达到18世纪初为止 奥斯曼人也将因这场战争而损失大片欧洲领地 正在围攻威尼斯要塞的奥斯曼舰队 一直到这个时期为止 伊朗高原的阿巴斯王朝 仍然是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最大对手 经历了之前阿巴斯大帝的辉煌 这个帝国也开始进入衰退期 一方面是因为强敌环绕的地缘合局 另一方面是路上丝绸之路的衰退 引发了经济水平降低 阿巴斯二世的朝廷在遥远的东亚 以644年英明朝的灭亡 而被永远的载入士侧 由于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 四股势力在数个月内 就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好戏 关外的满洲清军 在获得了山海官首将吴三贵的投诚后 赢得了一片石战役 并顺势占领了北京及周边地区 以吴三贵为先锋的前面叛军 还一路帮助清朝招降了大批部署 在北方边境的明朝边军 这些军队在后来的西征 与南下将来行动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 陈多尔滚就在这一年 正式走上了自己的权力巅峰 他的运筹维吾为清朝问顶中原 立下了大功 1644年堪称多尔滚的巅峰 年幼的顺治皇帝 也是在1644年年末亲政 开始了自己时间不长的统治期 他的对手不仅有退到陕西和宁下一带的李自成势力 还有控制巴蜀的张献忠集团 和在南京临时拼凑而成的南明洪光准全 但除了李自成有部分主动反击能力外 张献忠和南明都只有单纯的招架之功 这就让清军的胜利没有太大悬念 唯一的问题是清军能以多快时间获得多大的成果 后来的历史进程 大家想必也比较清楚了 1644年的顺治有一种唐宁的感觉 所以1644年不仅是东亚大陆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 也使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大量的关键性世界 在这一年中 或是在这一年前后发生 这些大事件一起发酵的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之后事 借三百年的发展历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